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当中有两句话 就是旧师王谢唐前宴飞入勋长百姓家 这个王谢就是汪羲之和谢安这两个大家族 当时都是东晋时期的名门贵族 是指这两个 说谢安素善持都 说谢安非常的擅长于书法 谢安素善持都 而清紫敬之书 就是他看不起汪羲之的字 他特别的崇尚汪羲之的字 而看不起汪羲之的字 还有这样一句话 叫子敬常作家书语之 未必存入 安折提后达之 甚以为恨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汪羲之知道谢安非常懂书法 因为汪羲之跟他父亲也平常有个较量 所以谢安经常收录收藏汪羲之的书法 收藏父亲的字 所以汪羲之也很用心地写了一篇字 或者是信扎 书信嘛 就给了谢安 认为谢安一定感到非常好 保存下来 未必存入 就是肯定要保藏起来 存入起来 是这么个意思 结果谢安没有满足他 谢安看不起汪羲之的书法 就是你给我来一封信 我得反面提后达之 就说明当年也没有宣纸 如果有宣纸的话 反面没法写 因为第一面写过去之后 那反面就阴过去 就没法写 当时那纸一定是透不过去末 就在反面提后达之 说你比如说你请我吃顿饭 我在背后写上没有时间 或者我有时间去 就在背面写完之后 又给送回来 那么就是根本不存录 就不收藏 所以这个汪子敬 子敬是汪羲之的字 姓汪 名羲之 字子敬 汪羲之呢 姓汪 名羲之 字易少 忠游呢 姓忠名游 注意这个字念游 边念姚 只有在忠游这个地方 这个字才发语念游 但是有人有个争议 考证过这个字 天津有位书法家 汉家祥曾经考证过这次 他是吴玉如先生的得意高足 还有学问 讨论过这个字 我们先不谈这么深 就说大家都念游 我们现在就先暂时念游 忠游呢 叫忠元长 字元长 张之呢 姓张名之 字波音 这几人的字 所以松果听书谱当中 一会提到中章 一会提到什么元长 一会提到什么波音 要不提到易少子敬 这都是这几人的名字 法难复的 一会用官仙 一会用姓 一会用字 一会用名 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接着玩下读啊 安长问静 清书何如幼君 答云故当圣 安云误论书不耳 子敬诱达 识人哪得之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谢安呢 故意的有的挑逗这个王献之 就是问王献之啊 说 清 清是以上辈啊 长辈的这个口气 问下辈人 因为谢安和王熙之是平辈人 他应该是王子敬 就是王献之的长辈 所以长辈对了下人 成为清 这个清呢 只是上对下而言 不能下对上而言 是吧 清书何如幼君 这又提到官侠了 因为王熙之王幼君嘛 幼将军嘛 说你的书法 比你父亲怎么样呢 清书何如幼君呢 这个王献之就说了 故当圣 故当圣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我比我父亲写的好 是这么个意思 我比我父亲写的好 然后先来说了 物论书不耳 说这个社会的舆论可不是这样 这个物是指的社会 物论书不耳 这是社会的评价可不是这样 都认为你父亲比你好 这个王献之又说了 识人哪得之 所以一般的人不懂书法 他们哪得懂得这里书法的奥妙呢 只有我这样的水平才能知道谁好谁坏 就是这样 竟虽全以此词哲安所见 自称胜负 不亦过乎 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孙国庭就说话了 孙国庭说 你用这种话 全以此词 就是你很勉强的 你暂时的用这种话来反驳谢安的这个意见 这个见是鉴定的见 就是反驳谢安对你们父子之间的看法 但是自言胜负 先不说你跟你父亲谁好谁坏 你就说你自己 说我比我父亲写的好 我超过我父亲 不但是书法 哪一方面都如此 你敢说你超过你父亲 你本身就是个过错了 这个过乎也可以解释为过分了吧 这是一方面 也可以解释 你本身这就是个错误 你敢说超过你父亲 本身就是个错误 就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当中我们需要做一点解释 这个梁代的时候 梁代就是在东晋以后不是宋其梁臣吗 宋其梁到梁朝的时候 有一个文学家叫于和 他写了一本书叫《论书表》 这个孙国庭引用的这些话 也不是孙国庭《悟空造有》 他是引证了于和在《论书表》当中谈到的这些问题 所以呢 孙国庭拿这些话来贬低王宪志 整体说这段话 他是村心要贬低王宪志 因为在古书上面 就是从东晋到唐朝 这段时间当中 论是王宪父子书法很多很多 有人会认为儿子写得好 有人认为父亲写得好 但是大家各取所需 我认为王宪志写得好的人 就拿来《论书表》这些话 来压制王宪志 压制这个儿子 有人认为王宪志写得好的书 就用其他的文字 一些个书籍来压制这个王宪志 但到了唐朝这时候 皇帝认为王宪志写得好的书 那么其他的论书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对于王宪志有利的话 人们不再引用 因为于和 梁朝这个于和 他是央夕一线的人 所以把他的话都拿来给王宪志用上 来说明王宪志不行 但这些话呢 我们今天考证一下 就是都是一家之言 或者是传记有误 因为宋齐良辰到了梁的时候 离着东晋时期遥远 有些东西都是道听突说而来的 或者是有人编撰而来的 不是有一位哲学家 历史上大文学家 有人说就是苏世所说的 我没有具体考证 说什么是历史啊 历史就是任人搭扮的小姑娘 是不是 就任人搭扮 还有一个鼓曲的唱词 我小时候听过 好像是金蕴大鼓嘛 就说花木兰 其中有一句唱词他说 他说是咱们的 请君略谈古今事 无非是才子文人信着一耳变 就是才子文人呢 他是编造的很多东西 鲁迅先生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冤句我记不十分完整 一大意是这样 他说你看一梯的秦国 一梯的随朝 没有人说好 秦始皇怎么怎么坏 然后说到这个随阳帝怎么怎么坏 都说他们很坏 是 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朝代时间太短 没有来击他那些才子文人们 给他们去美化 去修饰 去记录文字 怎么跨越他们的道德 没有来击歌颂他们的功绩 所以他很快就完蛋了 这个朝代 他完蛋以后 剩下后代的这些才子文人 都是只剩骂他们 越骂就越坏 都出成书 很多很多的成为史记的东西流传到现在 所以说他们很坏很坏 就跟他们这个朝代时间太短 有关系 比如说刘邦本来也不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 道德君子 可是大汉江山四百年 那么多文人才子们美化他们 给他们修饰 编转一些个这个这个温基 所以后来说刘邦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嘛 所以很多问题就是这样 那么对于这些个东西 虽然是史书有记载 但这些东西我们也应该有所质疑 就是说女和写的这个论书表 他拼命的央西一线 这本身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角度观点 那么在用孙国庭他们拿来之后 在进一步的演说 就把这个汪宪之说的非常糟糕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 大家读书的时候 不要以为孙国庭既然又有出处 那么汪宪之当年一定是这样 大家知道后来有一个人叫包世辰 包世辰写的《易州双集》 大家都知道这本书非常有名 包世辰在《易州双集》当中 就反驳孙国庭这些观点 他说孙国庭不遗余力的来贬低汪宪之 为什么 就是当初那个道德标准 只要你说你超过你父亲 那么我就要把你说的一塌糊涂 因为这个道德标准在这里 以后我们再讨论这个标准对与不对 但是包世辰认为 谢安非常重视汪宪之的字 而且推荐汪宪之对《荒宫宝殿》的写牌匾 那么重视汪宪之 怎么会弄出来提后搭之 就是你写了一封信之后 我看不起你字 反面给你写回来拿回去 如果即使如此的话 包世辰认为即使真的提后搭之 因为谢安是汪宪之的长辈 没有收藏你的东西 看你很年轻 因为汪宪之非常可怜他 43岁汪宪之就死了 所以当年写安在收藏他 看到他信实 一定汪宪之还非常的年轻 即使是不去收藏你的东西 又何以为深恨呢 这个恨是当遗憾一样 不是说恨怨的恨 就是深以为恨 就是非常感到遗憾的意思 即使不收藏 汪宪之又何必如此的感到遗憾呢 所以包世辰解读了一些东西 是有意义的东西 但是我们同样有说 包世辰是到了清代这个时间 清代这个时间 汪宪之父子已经病重了 已经是二王并称的时候了 整个时代大气候 允许包世辰这样讲 如果在唐代 在唐代中年代 他敢这么讲 他是英雄 到了后来这么讲的话 我们认为他说 说虽然有道理 但是有时代的不同 所以对于这个考证这方面来讲 不能够就是各取所需 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应该去多方面的分析 从这点看 就会客观一点 那么究竟汪宪之和汪锡之父子一俩 书法水平书高书低 是怎么样一个比例关系呢 我们下集再谈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谷字 这个谷就是山谷的谷 我们现在先用楷书来演示一下这个字 我们将来解决一个谷字 我们将来解决一个谷字 我们在那个谷字 我们可以看完 我们在这个谷字 这是这样一个古字 我们写的这个字 基本是一个规范的 比较标准的这样一个古字 我们顺便再说一下 欧阳勋对这个字的处理上 不是这样的 我们写下欧阳勋是怎么写 左边一个点 右边一个短片 片 注意这笔它不衔接上 说它是个八呢 也不是个八 就是两片 片和那 并没有把它连在一起 我们再写遍大家看 在前面的节目已经讲过 就关于这个欧阳勋写这个口字的时候 他写的时候 大家注意呢 就集中写法 一种啊 比如写的下方 所以这个口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的时候 这样 这一笔啊 直接探出这框外 右边那笔又探出框外 它是后下这么咬着的 大家注意看的 就是说 它并没有说这一笔啊 藏在里边 或者是写成这样的 它并没有说这样 这样四百不出头 不是这样的 它觉得这样太死板 所以左边的树呢 略探出一点来 不要多 探出一点 右边呢 又让横画探出来一点 所以这样这个口子显得很饱满 也显得非常的轻松活泼 注意右边这个横折这笔 这是老生常谈 这笔不要写成这样一个嘎的 注意看 这样就不好 有很多写欧字的人 都是这笔出了这么一个嘎的 这是不好的 写的时候呢 转折的时候 偏锋不要太重 这嘎的就会小了一点 没有一点方笔是不好的 注意看 这个地方基本是取平的 这个地方 再看一下 是这样的 所以不可以写出这个样子 刚才我说的是这样 一使劲就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这就不好 在这点要注意 还有时候这个口子呢 当做一个言字旁写的时候 或者左边是一个小的口型的时候 它写的就更加轻松 注意是这样写 这笔本来就不实 虚比起 实比落 然后继续 虚比起 虚比起 实比转 好像写了一个小片一样 然后又 虚比起 实比落 是这样一个 这么一个星体 写在左方的时候 是可以这样写的 如果写在下方 写的主要不能这样写 太轻飘 写在左边的时候 就显得它 好像很轻松 很自然 比如写一个 语言的语字 注意 下边就这样过来 你看 就很轻松 但是这个口注意 就要识 好的 我们继续呢 再谈一下这个 欧体字 这关于这个骨字 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虽然像欧阳勋那样 上面点两个点 点两个点 但是下方呢 也可以继续地 挨着它 也没有问题 这两笔连在一起 也是可以 注意看一下 我们在写这口的时候呢 有一个笔画 好像叫顺连一样 拿笔带了一下 这是我写字的习惯 大家不必效仿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因为我们看古代碑帖 在写这种口的时候 比如说 他写的这样 尤其这个碑帖 年久失修 或者是说 风化剥落的原因 就使得这种口 都发圆 注意看 这种都发圆 有时也给我们一种啊 感到很神秘的 一种美 这种美感呢 只能是 看到碑帖是这样 我们临摹的时候 不要这样临摹 如果一定要把里边 这些地方都找圆了 这个字出来就是将死的 但是为什么 在碑帖上 特别是在 诗碑上面 踏下的踏片 为什么就没有这种 感到死板呢 因为它是自然的 风化剥落 造成的一种 非常美的一种 效果 这种效果 可以不可以效仿呢 可以效仿 但是必须一笔写成 如果你是两笔完成 那就是造作 做出来的字就不美 所以在这种地方呢 我们其他部位上 无法去一笔完成 但在这种地方呢 欧阳勋本意就是这样 注意看 就停在这里 然后写一横 而我们在这时候 经常的就是 那笔 挑了一下 挑了一下 这是一笔完成的 然后下边这一笔呢 你看 在写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出了一个圆角 那么这样的话呢 虽然不是欧阳勋的 那个原来的笔 但是却更接近于 他现在背贴上的踏片 那种效果 我们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古字 有个一体的写法 一体写法就是这样 这直接写了一个公字 这样写也是个古字 这个古字呢 因为它在很多字当中啊 它都有使用的地方 我们给大家 引申一下看几个字啊 比如说这个容字 你就可以这样写 这是容 就是这个字 就可以这样写 还可以写呢 这个欲啊 本来应该是这样写 也可以写成呢 这样写 这个字我们在前面 已经讲过 之前再重复一下 因此啊 这个古字写好之后 对很多的字 都有一定的益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字的行书写法 一般上面都做两点 一 二 这一片 不再出现尖细 就是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这两笔一般都挨上 这样写算错嘛 也不算错 但是在新书当中 这样写就很少了 还有一种写法呢 把两点靠下 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的草述写法 这草述写法 有几种写法 一种呢 就是这样 一点 两点 加一横 然后下边一点 右边一点 下边是两点 左一点 右一点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古字的一个草述写法 再看一遍 这是一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呢 就是这样 点两个底下来 这样写 这是常见的一种写法 比如说写一个俗 就是这个俗字 你就会看到 写的时候经常是这样写 注意两点要高 下边要小 两点要高 是这样写 很多的一些名家们 在写这个 就是俗字 这个俗字的时候 他写的非常灵巧 就是这样一代 这样就过来了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那个笔在这个迅速的发展 发挥的当中 他另外有一种精神在里面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在你学字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学准 先把它掌握会了 然后你再一点一点的 发挥自己的性情 如果你连基本都没有 你上来之后就糊涂乱磨 这就不好 所以我们是在 再三的向大家说 我们的讲座义 主要是在这点上 这个古字 还有一个草述写法 就是点一点下来 从这边拐过来 就给人感觉 好像是个如字式 实际上呢 它也是草述这种写法 再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荣字 这就是个荣 这样写就是个刻 刻人的刻 往往草述在写这个荣字的时候呢 就拐过弯来 点两个点 刚才我写的这个 很像如的这种 稍微有点误差 应该是点两个点的 这样 这是古字 有这么一种写法 草书呢 大体有这么多种写法 当然有些书家们 还有一些其他的发挥 但是我建议大家写的时候 这两种 一种是这个 再写一遍 一种这个 一种是 这两种写法 在草书当中最为讲究 或者是比较通俗一些 我们最后啊 答一位网友的提问 有一位朋友啊 提出这样问题来 他说我的凯书啊 直接学欧阳勋 我在新书当中呢 我很喜爱 唐伯虎 就是唐银的洛华诗 洛华诗是 唐伯虎写的一本字片 影响很大 是可以不可以 我呢 楷书学这个欧阳勋 新书呢 直接写 唐伯虎的洛华诗 好不好 我对这位朋友说 不好 我非常坦率的 你说不好 因为欧阳勋写的这个凯书啊 很多都是方笔 而且以方笔为主 而唐银的洛华诗呢 基本上都是远笔 这是一方面 再有呢 向大家稍稍做一点解释 唐伯虎 诗书画 都很好 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出色的 诗书画全才 有人说他诗书画冠绝一代 实际上任何一个诗书画全能的 这么一位大家 也都有侧注 我觉得唐伯虎 应该 我个人分析他 他的字啊 不如诗 他的诗啊 不如画 在绘画当中 他以春宫画最为出色 在当年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曾经保留过他一张春宫画 叫做 《回毛一笑》 但这个内容不必要向大家介绍 那是价值连成的 唐伯虎主要以画为最高的这个代表 他的诗词略比书法好一点 书法而是他的弱项 这是一方面 再有就是 唐伯虎的字远比太多 那么有人会说 唐伯虎的字也很出名啊 我们向大家说 唐伯虎优点很多很多 但是 他的字 在历史上 不能成为一个重镇人物 他与苏黄米菜 欧阳柳照 成铁风流 乃至中章西线 相比之下 他不应该是个重镇人物 因此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学习欧阳勋的楷书 在新书的发展当中 有几个人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练习 第一就是直接写欧阳勋的新书 什么签字文啊 什么这个补商贴啊 等等 写他的这些新书字贴 这是就近的 也很好 当然是欧阳勋的新书 不如他的楷书 但是不等于说 他的新书不好 这是第一 第二 你可以写一写 王羲之的极字圣教训 极字圣教训 就是沙门淮人 极字圣教训 简称点极字圣教训 这是写写 王羲之的极字圣教训 再有一点呢 可以写写 温征明的一些个姓书 温征明 温征明在新书当中啊 他的方笔使用很多 而且新草书写得非常之好 写写温征明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不知这个网友 你能不能对我的这个答复 满意吗 好 我们还可以继续上去